第二十题乘上题右图是水滴头在光滑水平面推动塑胶块的加速度A与时间T的关系图 请问塑胶块在这段时间内所受的合力F与时间T的关系图为何 我们晓得公式叫做F等于MA 所以我们表示有受力就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表示有受力 同时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之下 外力会跟我们的加速度成正比 我们从图形上面看到 我们在前面的这一段 我们是有加速度的 所以就表示我们有受力 同时我们的加速度为一个定值 所以我们的受力也为一个定值 而在这一段当中 我们的加速度是0的 所以我们所受的力量也是0 所以图形上我们要选择的是 前面一段我们的受力为定值 而后面一段我们受力为0 所以看一看呢 我们的图形只有A符合所求 第二词题问我们说 所受的合力F与时间T的关系图为何 我们答案呢选择的是A 球换 中途 中途